他们都说你的病好些了吗 你的病好了吗 你看你的孩子们都来关心你了 都想一直把花生当妈妈 没事的时候就跟花生亲近一下 这不他们又开始讨好花球 小花牛依偎在妈妈身边就这么看热闹 一次他妈妈坐在外边等那个食堂的来上班的时候 他就一直陪着他妈妈 你看你们三个打打闹闹都省了抑郁 小豆腺你这不是成地毯了吗 快起来吧 他们都踩踏你了 你是来劝架的还是捣乱的 你看这么热闹花生却不参与 花牛参与了 证明你们四个都不抑郁 是不是 只有花生阴谋了 具体什么原因呢 你说缺乏母爱 他妈妈就在身边 你说是痛失孩子 可小花牛咱也没送人 走花生喝水去 我带着你们去 走 你要多参加这种活动 多开会 就不阴谋了 走吧 你看他妈妈悠悠的 各种原因我们都猜到了 看过视频的网友 有知道他为什么抑郁的吗 欢迎评论区告诉我 走了 喝水去 我要不带着你们喝水吧 你们这一天都想不起来喝水 这狗狗离不了水 这么热的天 你们又这么是一身的雕 他最慢 你看了吗 加速 对 你得运动起来 运动起来 你就不会抑郁了 你看你妈妈 这么大岁数了 这么努力 对 你得跑过你妈妈 快 来来来 喝水 你看多听话 让回来喝水 就回来喝水 花生还是比较听话的 可能有点轻微的抑郁吧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猜想写到评论区 大家给花生点个赞吧